敲開蛋殼將蛋液倒入碗裡 有的是先加入泡菜等配料 再倒入油鍋拌炒 有的則是先炒洋蔥 再加入蛋液做成洋蔥炒蛋 不論順序如何 大家當起小廚師來都有模有樣 大概有練習過五次 火不能開太大 大概中小火就可以了 大概第三次的時候 爸爸認為說 再多練習一次 就應該是沒問題的 很多蔬菜加在一起炒蛋 那這個炒蛋是誰叫你的 媽媽 要等油先 熱之後才可以把蛋放下去 三色蔬炒蛋 比較早起來的時候 就自己做早餐 就炒這個 就是家裡有蒜這個 然後呢又有蛋 就來合在一起炒 十分鐘內完成 每一道炒蛋都各有特色 來就由三位評審試吃 並且要從外觀 口感 參賽態度等進行評分 要選出最厲害的炒蛋高手 基本就是要整潔 就是擺盤要清潔 然後就是不要緊張 按照步驟 比如說一定要先放油啊 才不會黏鍋 這些小細節 然後再來就是口味 就是符合每一個評審的口味 我想應該就很好了 冰江國小在母親節前夕 特別舉辦了這場 翻轉餐桌 母親節上菜獻愛活動 希望透過有趣的炒蛋比賽 讓小朋友可以學習 做簡單的菜肴 在母親節當天獻給媽媽 感謝媽媽的辛勞 事實上在冰江國小 我們每年的一個家庭教育的活動 都會配合母親節來做一些 就讓小朋友提升 他自己生活智能的一些活動 讓小朋友實地在家裡 去進行做這樣的一個 炒蛋的一個工作 藉由跟父母親的一個 這樣的親子互動 來張揚我們慶祝母親節的活動 另外也希望能夠 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小朋友自己在家 可以有自己做生活治理能力 跟生活讓他們養活自己 這樣的一個家世的能力 我想有這幾個重點 看見小朋友認真做菜的模樣 不論比賽成果如何 相信在每一位媽媽的心中 只要是自己的孩子煮的 就是最讓人感動的美味佳肴 我的炒蛋最好吃 媽媽母親節快樂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BB寬平120每月888 送1200元 還有21個高畫質頻道 Wi-Fi無線環境 免費時間管理 快打電話找BB 快打電話找BB